台东县政府委托台东县美容职业工会所办理的110年度失业者职业训练计划 美甲美睫造型培训班原定5月份开课 遭到COVID-19疫情影响年到7月开训 期间依据中央防疫指导原则 采线上跟实体并行的方式办理 师生们都很努力经过了340个小时的学习 10月21号下午在台东美术馆办理杰训成果展 杰训的25位学员当中有不少位是没有碰过彩妆的 透过这一次的课程发现自己也有这一方面的能力跟兴趣 现场除了以静态的方式展示出学员的美甲美睫 跟创意发型等等的作品外 也有动态的造型走秀展现学习的成果 动态展一开场就让大家一阵的惊呼 社会处陈淑然处长亲自粉末登场 扮演这一天的神秘嘉宾 支持美丽幸福产业 这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处长是不一样的 今天呢 今天特别代表我们苗庆岭县长来参加我们好不容易可以结业的我们的美甲彩妆造型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训练 我们知道今年度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一直顺延 所以我们在实体跟视讯双重的课程训练之下 终于让我们的这一班最美的这一班结训了 那也谢谢他们让我有这个机会 今天可以变造型 我们这一班最美的一班真的是真采实料 就是很认真的透过线上跟实体的学习跟着老师 那我真的要很感谢我们的美容职业工会 帮我们承接这样失业者的一个职业训练 那今年我们一共有四班 有四班大概五班 大概一百多人可以结业 那我们这一班其中也是有三十个学员 那有二十五个学员也恭喜他们在今天可以结业 那另外我们的美容美甲 一直是我们很多我们的一些妇女朋友 非常想要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所以透过我们的职业训练课程 能够让我们的所有的想要在就业 或者是斜杠的这样的一个劳工 都可以有不同的一个征兆也好 不同的技能的一个学习 现场实作彩妆 还绣了口罩妆不沾粉的特殊技巧 来看一下 好 它是不沾中的 接下来一连串的美甲美睫走秀陆续登场 复古又时尚的旗袍风呈现五十年代 夜上海的风情 复古而不失时尚感 清朝宫廷风的旗头旗帽 是学员们利用纸箱回收再利用亲手制作的 现代庞克新娘的造型 令人眼睛为之一亮 印度沙利福的神秘异国风情 让人惊艳 主办单位的努力 跟讲师们的用心 克服防疫期间的种种不变 完成培训 让学员们都能够有机会 实现梦想 成就自我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